2015年6月25号,在浙江开化县的毛先生,冷不丁收到了他16岁女儿的好多条求救信息,大概意思是,爸爸赶快回来救我啊,我在房间里藏着呢,家里尽小偷了。 不听传来的求救信息,毛先生就瞅了那么一眼,心就凉了大半截,真想一步就跨回家去。 毛先生开车猛跑,两分钟跑了一公里回到家,接着就打电话报了警,还好有惊无险,警方很快就把那窃贼给抓住了,按照小毛贼的思路去查,查出了窃贼叫邓维刚。 主要的疑问在于,这贼交代得特别快,着急让警察认定他是盗窃犯,甚至还主动交代以前的事,也就是说,这家伙一心盼着警察认定他是小偷,按盗窃来处置,一个挺简单的道理,两害相权取其轻, 这让警察重视起来,进而展开了曲折不断的调查,于是牢房里有了有意思的场面,警察问道,你并非邓维刚,那你究竟是谁? 邓维刚讲,我就是邓维刚,审讯变成了你不是你跟我就是我,经过一番艰难的调查。 真相弄清楚了,这贼的罪名从盗窃罪变成了死罪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申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,说起这事的详细情况,得从2015年讲起, 在浙江省的开化县盗窃案接二连三的发生,这引起了警方的极大重视,就是说,警方早就设好了一张抓人的大网, 一直盯着那小偷现身,开化县的毛先生,他女儿下面就叫小毛, 6月25日下午回家,本想好好休息放松一下,哪知道这个下午竟会变成一场噩梦,小毛坐在沙发上,拿着遥控器找他想看的电视频道。 等着父母下班回来,谁能想到,外面传来一阵接一阵的敲门声,小毛心里犯嘀咕,这到底是谁啊? 为啥光敲门不吭声呢?要是小毛喊一嗓子,就能防止这件事出现了,可他没问外面的人是谁, 只是透过猫眼往外瞧,瞧见一个瘦瘦的陌生男人,不停地拍打他家房门,这是谁啊?光敲门咋不吭声? 是不是想瞧瞧家里有没有人,该不会是小偷吧?敲门声一阵接着一阵,小毛心里越来越怕,凭他的江湖越利,压根不敢喊一声,把对方吓走, 毕竟才16岁的姑娘,还没长成成年人那样的胆量呢? 除了躲起来,他脑子里啥想法都没有,小毛下意识地赶忙跑到自己屋里, 把房门死死锁住,然后着急忙慌地给爸爸发信息,盼着父亲赶紧回来帮自己, 小毛一条条地求救短信发给了正在上班的父亲,远在两里地之外上班的毛先生。 只瞅了一眼,脸就吓得变了色,赶忙往家跑,连报警电话都没来得及打,毛先生心跳得厉害, 他担心的压根不是财产损失啥的,而是16岁那乖巧女儿的安全, 与此同时,那俩小毛贼带着开锁的家伙就闯进了毛先生家, 他们可不知道小毛藏在屋里头,而小毛能清楚地听见, 客厅里那俩窃贼不停地翻找,弄出各种乱糟糟的声响, 随后,那小偷走到了小毛的卧室门口,还是砰砰砰地敲门, 把小毛吓得脸色煞白,缩在角落里一动不敢动, 那两个小偷进了屋,前后偷东西大概用了三四十秒, 接着就跑没影了,妾贼刚走不久,毛先生就进了家门, 一瞅见东西有被翻动的迹象,还发现菜刀位置变了, 就大声喊女儿小毛的名字,就前后两分多钟的时间, 小毛觉得简直像做噩梦似的,听到爸爸名字,赶紧开门求救, 毛先生又气又恼,查看女儿没啥大事, 一边安抚小毛的心情,一边打了110,浙江警方一听到这话, 马上根据线索进行了搜查,勘查现场时, 看到毛先生原本放在客厅的手提电脑没了踪影, 是有八九事被那两个贼给偷走了, 开化县的刑侦大队经过初步调查发现, 那两个窃贼用的是万能开锁工具,初步认定他们是贯偷, 实际上,主犯是那个贯偷,就是负责开锁的, 从犯是那个学徒,就是敲门的, 这学徒是第一次外出盗窃, 不过这都是后面要说的事了, 警方很快借助现代化的刑侦手段调看了多处监控摄像头, 没多久就确定了一辆看起来平平长长的蓝色两轮电动车, 据警方初步调查,下午4点25分的时候, 有两名窃贼供骑一辆电瓶车进了毛先生住的那个小区, 有了衣着方面的特征, 马上询问周边的保安和社区居民, 很快就知晓了那两个窃贼的长相特点, 第二天,警方在县城的一家宾馆里, 查到了那两个窃贼的入住信息, 既然盗窃前住过宾馆, 那肯定会留下身份信息, 于是警方从宾馆获取到开房的人是吴晓峰, 有监控,有身份证的记录, 抓贼那简直是轻而易举, 主犯吴晓峰, 今年37岁, 是浙江绍兴人, 是个经常入室盗窃的贯偷, 曾经进过监狱, 警方使劲追查, 清楚这两个窃贼得手后会到处逃窜, 于是就把搜索范围扩大了, 查了差不多有半个月, 警方追到了两百来里外的龙游县, 发现了吴晓峰的活动踪迹, 刑侦大队的办案警察马上赶到龙游, 没多久就把吴晓峰和他的同伙邓维刚抓住了, 警方搜查宾馆时, 一下子就查到了大量开锁工具, 人赃俱在, 这足以表明吴晓峰还是改不了贼的习性, 被抓到派出所以后, 这俩人很快就把盗窃的经过给交代了, 据吴晓峰讲, 他没多久前刚认识邓维刚, 这人说要跟他学偷东西, 哪想到头一回出去弄钱, 就被警察抓进来了, 上面这些话有真有假, 好多盗贼进监狱后, 都将自己就偷了一回, 但这没啥要紧的, 要紧的是从犯邓维刚, 坦白太快, 引起怀疑, 在警方审讯的时候, 看着挺斯文的邓维刚, 毫无保留地交代了盗窃的过程, 据他邓维刚讲, 前些日子身份证不小心弄掉了, 一直没时间去补, 因此身上就没带着身份证, 警方询问了身份证号和户口的所在地, 邓维刚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念了出来, 警察拿着这号码输入到网络里去查他的身份, 确实, 户籍上写的就是邓维刚, 户籍地址也没错, 让警察纳闷的是, 系统里邓维刚的身份证照片, 咋跟眼前这个邓维刚长得不一样呢? 感觉不像是同一个人, 警方仔细瞧了瞧, 发现照片上邓维刚的耳垂和眼前这邓维刚的耳垂区别挺明显的, 鼻梁鼓往下他的情况也不一样, 接下来又审问邓维刚, 这家伙交代得特别利索, 恨不能把自己那些事一股脑全跟警察讲了, 不过呢, 坦白的太快, 反倒让警方重视起来了, 警察问, 你爸叫啥? 你妈叫啥? 家里还有谁? 邓维刚赶忙说道, 我爸是谁? 我妈是谁? 家里还有谁? 警方一查, 信息确实没错, 家里的成员也都能匹配得上, 可邓维刚瞧出来, 警方或许怀疑他的真实身份, 这嘴就跟放炮一样, 老是想从好多角度来证明自己就是邓维刚。 他讲, 我之前在河北石家庄蹲过牢, 你们能照着我的身份证号去查, 判了八年有期徒刑, 2015年才出来, 刚学偷东西就让你们给逮着了。 警方的神经一下子就被触动了, 心想, 你邓维刚急傻呀, 为啥老想着证明自己身份, 连黑历史都往外抖, 难道是想故意让拘留时间变长? 俗话说, 李鬼成不了李逵, 李逵也变不成李鬼, 假的永远真不了, 真的永远假不了, 邓维刚啊, 你为啥这么着急, 证明自己就是邓维刚呢? 警方申请调资料。 一查查到了河北的石家庄, 真真切切发现, 眼前这人曾经在石家庄蹲过牢, 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, 问题在于, 浙江户籍系统里邓维刚的照片, 和在石家庄坐牢的邓维刚的照片, 好多细节之处长得不同, 从法律上讲, 第二次进监狱, 那就算是累犯了。 这意味着得从重处罚, 为的是起到惩戒的效果, 哪有人会傻到要让法律给自己从重判罚啊,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 就因为这个主动坦白的细节, 警方起初是疑惑, 接着变成了怀疑, 最后变成了重视, 结果很容易想到, 浙江警方重点要查的是, 眼前这位邓维刚, 究竟是不是真的邓维刚? 仔细瞧瞧邓维刚在派出所拍的身份证照片, 再瞅瞅眼前的这个邓维刚, 警方在一个关键的地方发现了差别, 就算胖瘦会改变, 可身上的黑质一般很难辨, 邓维刚的照片上有颗特别小的黑质。 然而眼前这家伙脖子上压根就没黑质, 警方依据邓维刚户籍里的电话号码拨打了过去, 铃声响了好几下, 对面果真接电话了, 警方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, 接着就问, 你是不是邓维刚? 对方回应, 没错, 我就是邓维刚。 这样一来就能确定, 监狱里的那个盗窃犯压根不是邓维刚, 难怪坦白的那么迅速, 警方在电话中询问邓维刚, 你身处何处? 邓维刚讲, 我在自家呢, 我家在龙游县。 警方表示, 行, 我们这就过去。 由于监狱里那个冒牌的邓维刚, 一直不配合警方做深入调查, 警方就跑到龙游县, 去询问真正的邓维刚, 邓维刚就是个平常的打警工人, 每天开的车没轮子, 其实就是在工地上开打装机的司机, 专门给桥梁打警, 实实在在的邓维刚, 瞧着老是芭蕉的, 由于常年在工地干打装的活, 给晒得黑不溜秋的, 见到警察就露出了难为情的笑, 好多警察把邓维刚围起来仔细瞧着, 村干部不明所以, 不停地问大家到底在看啥, 警方对邓维刚展开调查, 这人老是芭蕉的, 是个本分工人, 一辈子都没围过法, 别说是盗窃了, 就连工地电缆都没偷过, 凭着村干部, 工头, 工友, 亲戚, 邻居等等好多方面做出的保证, 这个皮肤黑黑的打装工人, 肯定就是邓维刚, 错不了, 警方表示, 有人用你的身份证坐牢, 至少从2007年开始, 一直到2015年, 邓维刚当时就傻了, 这算咋回事啊, 在家里好好待着, 暗底咋就莫名来了, 这不是瞎闹吗? 邓维刚赶忙说道, 我别说是去石家庄了, 浙江省我都很少出去, 绝对绝对没坐过牢, 警方把贾邓维刚的照片拿出来, 然后问道, 这个人, 你认不认识? 邓维刚表示, 不不不, 我不认识, 再瞅瞅另一边的贾邓维刚, 又被警方审讯, 又被问了同样的问题, 你是哪位, 老家在哪? 叫啥名, 多大岁数, 我就是我, 我叫邓维刚, 你并非是你, 我就是我啊, 贾邓维刚硬说自己没撒谎, 咬着牙就是不肯坦白, 警方再次对毛贼师徒中的吴晓峰进行审问, 试图找到突破口, 吴晓峰表示, 我和邓维刚是在网上认识的, 他平时不太爱睡觉, 就算勉强睡熟了, 夜里也老是醒, 这个不爱睡觉的特点, 跟逃犯的心理特征相符, 这将警方就此投入更多警力, 进行了大规模排查, 最先发现的有价值的线索, 是贾邓维刚用的网络支付软件, 绑定的银行卡主人叫雷鸣, 就是说, 网购那会, 他没用自己的卡, 雷鸣是啥人, 一查才知道, 是个年仅18岁的年轻小伙, 1997年出生于石家庄, 顺着对雷鸣的调查, 发现他母亲叫雷小红, 父亲叫蓝俊, 两人都是浙江龙游的, 这么一来, 真相就揭开了, 监狱里那个冒充邓维刚的人, 其实叫蓝俊, 户口在三年前就注销了, 也就是说, 从法律层面来看, 蓝俊要么移民去了国外, 要么已经去世了, 跟办理蓝俊身份证的地方联系, 发现蓝俊已经失踪二十多年, 户口也就给注销了, 警方去找雷小红, 雷小红讲, 蓝俊是孩子的爸, 也是我前男友, 他以前还有个名字叫蓝奔青, 二十多年前, 刚满18岁的雷小红, 离开学校出去打工, 在外地结识了小伙子蓝俊, 他俩相爱了, 为了能多挣钱, 雷小红就又领着蓝俊去了世家庄, 勤勤恳恳开了家蛋糕店, 靠店里的收入, 能供俩人过日子, 虽说蓝俊不太爱上班, 可雷小红因为爱情, 情愿辛苦去挣钱, 孩子出生后,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雷鸣, 雷小红对自己的安乐小窝, 愈发珍惜了, 孩子五岁的时候, 雷小红觉得蓝俊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, 气得分手, 带着孩子回了老家, 往后再也没有来往, 警方原本觉得在雷小红这儿, 得不到啥有价值的线索, 可雷小红讲, 就在刚怀孕的那一年, 有一伙人叫蓝俊出去, 可实际上叫的不是蓝俊, 而是小邓, 雷小红之前没留意这个细节, 不过现今一说到邓维刚, 他就记起来了, 就是说啊, 起码在1996年那会儿, 蓝俊就已经在用邓维刚的身份证了, 警方回去后, 又对蓝俊进行审问, 蓝俊就只坚称自己是邓维刚, 别的啥都不回答, 警方在偏僻的大山里头, 找到了蓝俊的老家, 跟村里的老人打听, 这才把全部真相给查清楚, 原来啊, 二十多年前, 蓝俊和村里的发小雷永明, 一块犯了死罪, 雷永明早就被枪决了, 蓝俊到现在还在逃呢, 警方找到了雷永明的父亲, 一打听, 原来是二十二年前的时候, 蓝俊领着雷永明到山东那边的金矿干活, 虽说挖的是金子, 可挣的钱却不多, 打工还没满一年, 蓝俊, 雷永明和中昌木这三人, 一块为了钱财害人性命, 犯下了死罪, 那是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的晚上, 他们打算乘出租车, 从朝远回浙江的老家, 司机张师傅把这一单给接了, 开着桑塔纳打算出车, 张师傅的老婆担心会出问题, 就把中昌木的身份信息给记下来了, 十月十八日的凌晨, 蓝俊等三人凶狠地要了张师傅的命, 他们本来打算开车跑掉, 拿晓得没走出去多远, 桑塔纳就一下子撞到了金化山, 蓝俊他们三个跑掉了, 雷永明没多久就被警方抓住给枪毙了, 接着中昌木也被警方逮住了, 就蓝俊跑了, 他拿初中同学邓维刚的身份证, 找女友雷小红, 一块私奔到外地去了, 蓝俊等着吧, 法律会审判他的, 预谋抢劫桑塔纳这种罪恶的事, 他死罪肯定跑不了, 并且像他这种死罪, 是没有追溯期的, 点个订阅不迷路, 果然离谱为您身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, favor, 感谢观看